哎帥哥美女你们等一下 刚才有口白菜钱我忘记算了 麻烦您再结一下吧 我们刚刚不是给过钱了吗 你想讹人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注意 给您扫算了 麻烦您再结一下吧 你的错误凭什么让我们来买单啊 照你这样说的话 这些菜我不要了 退钱 美女你别给我摔坏了 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 我忙活了好几个月呢 没事大姐你别着急 这个钱啊我来付 哎亲爱的 他的错误凭什么让我们来买的 这钱不能给他 哎呀算了 他也是无心的 小本买卖他也不容易 这个钱啊就给他吧 不行他穷啊 是他自己没本事 你要是把这个钱给他 我们就分手 算了算了 你们别吵了 不是我的错 要不这些菜就送你们吧 你早点这样送不就没事了吗 就你这样的 一辈子也只能是个卖菜的 一点格局都没有 来亲爱的 你把菜拿着 我去上个洗手间 来 喂闺女啊妈妈今天卖了好多菜 你在医院一定要乖乖听医生的话 不许淘气啊 妈妈一会儿回去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糖糊糯 嗯 大姐这些菜不错 都给我包起来吧 哎好 一共30 好 来大姐 老板 我这里没有年钱 我走不开 你有年钱吗 哎呀大姐 不用退了 刚刚发生那样的事情 很抱歉 他又是我带过来的 这个钱啊 你要是不收下的话 以后我都不好意思来这条街了 那好吧 那你明天再过来 我给你带点我自己家的土鸡蛋 还有我自己种的新鲜蔬菜 好 那谢谢你了 看海天逆色 云风起雨落 只字手吹散 曾茫茫 烟波 哎亲爱的 你怎么不等等人家 哎亲爱的 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 今天啊 要不是我 我们怎么能白拿那么多白菜呢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你不会就这么小气吧 就因为刚刚这点事 你就要跟我分手 不至于 只不过 就因为这点小事 让我看清了你的人情而已 就因为这点小事 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一点小事 你就吝啬你的善良和体谅 难道遇到大事 你就不会计较了吗 不会的 像你这样的人 就算给你全世界 你也不会满意的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连小孩子都懂 难道你不明白吗 你带人尖酸 处事刻薄 像你这样的人 你觉得我还会和你相处吗 你的人体 就只几颗白菜而已 我们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记忆 王大少 你给我站住 这钱你不能借 我都答应人家了 我要是不借 你让我面子我哪哥 我们家也就这十万块钱了 你要是都借出去 真要有事了 该怎么办啊 行了 我们家的钱都是我挣的 我想借给谁 又借给谁 小妹妹夫 哥 嫂子 哥 嫂子 你们怎么来了 来就来吗 还这么破费干嘛 你们啊 就别吵了 反正啊 他今天要是干 小妹 大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怎么能反悔了 这样让他以后怎么做人啊 就是 还是大哥通信党理 我跟大哥好好学学 走 哥跟你一块去 大少 哥 刚才我是给你面子 那个冯友才是什么样的人 你了解吗 你竟然敢把家里的钱全部借给他 哥 人家可是大老板 能找我借钱 那是给我面子 大老板 大老板去你这几万块钱啊 哥 人家是工程款被下来 他说了 等张一结啊 就立马还我 他说什么你就信 你敢不敢试一试 你所谓的这个大老板 这有什么不敢的 怎么试 你说 请 财哥 哎大少 你终于来了 钱呢 财哥 把妈生命住院了 家里的钱都用光了 你看 你能不能借我点 大少 我也没钱 我给我媳妇买车还差好几万呢 财哥 财哥 你能不能先把买车的钱寄给我应运起 哎 各想各的办法 我有事 先走了 哎 财哥 财哥 大少 这就是你所谓的朋友 财哥肯定是着急用钱 要不然他肯定会把钱寄给我的 我先把钱给他送过去 去怀念 王大少 是看病重要还是买车重要 他要是真来你当朋友会不把钱借给你吗 哥 我比你了解财哥 王大少 你整天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 可婷婷呢 他连一件一百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他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让你们这个家过得好一点 帮助朋友是没错 但是你欲人不输食人不善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你让我说你怎么好了 行了别说了 回去好好给婷婷道个歉吧 朋友有很多人的家 人从为兄弟的人有勇气 站住 你迟到了你不知道吗 不好意思 等一下 道歉有什么用 去财务把法管交了 你是谁啊 我你都不认识 我是今天刚刚认职的经理 请 我马上去交 哎 过来 法管去财务交得两百 交给我只需要一百 这个事啊 就当我没看见 哦 是这样啊 来 给你 不错不错 还挺懂事的嘛 叫什么名字啊 以后我照着你 何嘉乐 何嘉乐 你是何种 何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钱还给你 没事 你拿着吧 啊 这 这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拿着这个钱 出门又转 把个车 走 来了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